言談中流露出無奈心情 這款螺絲粉被要求下架回收 原以為是外包裝敏感 被質疑統戰一查才發現 法規明定所有中國製粉條類產品 中式麵條 寬品麵條 米粉條等 都不准進口 當時代理廠商位在新北三重 辦公室內還看得到好幾箱螺絲粉堆在角落 經濟部 官務署及食藥署 聯合派員稽查將進一步溯源查期 是不是靠虛報闖關成功 官務署回應還在調查中 不過網購平臺隨便滑 各種螺絲粉 明顯產地是中國 而第一時間直擊量飯店 架上貨量也很齊全 只是幾個小時後再去看 已經全部不見 管務署強調沒有合法進口資料 可依海關起司條例規定採取 最重要求停權廢紙登記資格 一般民眾若要自行購買 帶回臺灣 超過六公斤 必須申報 不但不能從事販售行為 還要注意內含勤觸肉塊肉片 都是簡易違禁品 別隨便攜帶入境 三連新聞 中主委 曾家宣 SNG小組 綜合報導 紅色湯頭 白色的柳州米粉 搭配肥腸牛肉豬肉 花生 豆皮等超過十種的食材配料 這是廣西小吃螺絲粉 但撲鼻而來的不是刺鼻的臭味 來自廣西柳州的螺絲粉 裡頭少不了的就是酸豆角 那麼店家也為臺灣的口味做改良 像是這裡少了辣味 另外它也沒有濃濃的酸臭味 而且湯頭還來得更清爽 這間萬華的螺絲粉名店 在地經營超過十年 過了用餐時間人高朋滿座 原來是有不少顧客擔心在臺灣 螺絲粉小吃 孔爵雞 趕緊過來品嘗 之前都會在淘寶上面買那種螺絲粉 現在都已經買不到 就是他不能送過來臺灣 如果臺灣店加入都還有看 應該就還好 我覺得可能就是店面吃比較好吃 嚐嚐的米粉 用手一拉不會斷 超Q彈 來自廣西壯族的老闆娘坦言 過去曾自製米粉 後來才改采進口 目前考慮引進設備 再重新動手做 比試永吉路上的自家小吃店 雲本裡頭有賣螺絲粉 不過可以看到鐵門已經拉下 因為它已經暫時停業半年 店家透露因為螺絲粉食材高漲 光是以後進口的運費就至少貴三成 因此暫停經營 未來也不會再販售 可能規劃經營其他餐飲 中國製螺絲粉禁止進口來臺 也讓餐業者小心應對 三立新文陽超常理文科 台北報導